央视直播预告 惠若奇幻解说搭档 中国女排力拼入场劝拒绝意外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文 梅长苏 2020年东京奥运会排球预选赛世界组资格赛将于8月2日至4日 在世界各地进行 中国女排将在宁波北伦主场先后对垒杰克女排 德国女排以及土耳其女排 本次奥运会预选赛是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的赛事 第一时间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对于中国女排备战 明年奥运会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所以无论是中国排鞋还是中国女排教练组 都把奥运会预选赛看成是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比赛 此前主教练郎平也表示 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会不多 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争夺奥运会入场券 为此中国女排还战略性放弃了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冠军 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排的赛程安排是 8月2日下午15 30迎战杰克女排 8月3日4日晚上20 00分别迎战德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 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本次奥运会排球预选赛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 解说及解说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鸿刚和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奇 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期间 鸿刚因为去解说女足世界杯而缺席了他的老本行排球赛事 奥运会排球预选赛期间 他将再次回归解说排球 和他一起搭档的是惠若奇 惠若奇大家都比较熟悉 2018女排世锦赛是他首次涉足解说领域 球迷对他的解说褒贬不一 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惠若奇再次担任央视解说嘉宾 他的解说已经得到了球迷们的认可 惠若奇和目前中国女排队员们比较熟悉 对球员们的特点也比较了解 让他担任解说嘉宾还是比较合适的 洪刚解说一直争议很大 论排球专业知识 洪刚还是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的 不过他解说时总是对球员们恨铁不成钢的各种冷言风雨 确实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我们毕竟是看球而不是听解说的 我们更应该注重比赛本身而不是场外花絮 本次奥运会预选赛 中国女排只要正常发挥 提前获得奥运会入场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杰克女排是欧洲三流球队 德国女排虽然有强力接应利普曼坐镇球队 不过整体实力还是有很大欠缺的 近日在俄罗斯进行的四国女排邀请赛上 德国女排先后赋于俄罗斯和波兰 球队的竞争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真正能给中国女排构成威胁的只有土耳其女排 土耳其女排近年来进步很快 今年在世界女排联赛上也战胜了诸多强队 随着复工大将艾达的回归 土耳其女排实力比是联赛时有所提升 不过相信拥有世界第一主公朱婷的中国女排击败 土耳其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入场却没有太大问题 谢谢您 请转发给您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